大家好 為各位介紹 我們今天為各位介紹的是 DY競技款的前叉組 是由 DY所生產設計 製造的前叉 DY所生產的前叉 基本上我們以在比賽場來說 是全台灣比賽場 佔有率最高的 一組前叉 當然 DY在比賽多年來 執著在比賽方面 所吸取到的經驗 以及這方面的 數據 當然是無庸置疑 幾乎是業界裡面 經驗最多最多的一家 改裝的一個廠商 所生產製造的前叉組 避震器 或是喘弄各方面 都是有相當好的一個效果在 那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基本上在很多的改裝 不管在我們所看到的一個 THC的部分 或者是說在這個 DY的部分 或是在這個其他的相關的 像CVT10大等等 都是來自於 同圓同細的一個 這個 DY的一個情況之下 所生產出來的東西 都有非常具有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水準在 那目前為各位介紹的這個是 競技款 也是DY入門的一個前叉 那在外表上呢 我們看起來中規中矩 非常的一個好看 也不會說有一些奇奇怪怪 多餘的一個零角在 然後呢 當然各位有預算的朋友們 可以選擇更好的 像是晶田款的一個前叉 那個效果各方面 當然呢 價格方面也是比目前 各位看到競技款更多一點點 那價格上呢 還是會有一些差異在 但是以一般行路性來說呢 競技款其實它已經非常好用的 非常好用的 那我們為各位介紹一下 目前各位 看到這個是BWS125 然後呢 我們以這個 當然性能來說 DY是 顏色的方面都可以說 客製化 以及這個體重的方面 可以做一個客製化 那所以呢 顏色 體重 各方面都可以客製化的情況之下 那可以達到個人所需的一個需求在 那前段的部分呢 目前各位所看到的是銀色 那前這個 我們以頭段的部分呢 我們來說 可以有三個顏色選擇 黑色 銀色 以及一個派色的部分做一個選擇 那統身的部分呢 幾乎全部都可以選擇了 常見的陽極色 像是金紅 黑 藍 橘 或者是像甚至像綠色 天空 藍等等 都可以做一個選擇 非常的方便 那喜歡朋友們呢 也可以參考看看 那我們看一下另外一邊 沒有卡座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呢 基本上呢 DY這組前叉呢 競技款也是非常的輕量 人家所謂的 我們在說比賽這個輪下呢 盡量的減輕輪下的一個重量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所以DY在這方面的性能呢 當然是非常好的 那喜歡朋友們 可以到賣個張錄機的精品來選購 也可以 這個 來我們店裡面 直接做一個客製化的一個選擇 那目前各位所看到的是一個標準 一個金色的部分 搭配銀色的一個下座的一個部分 那卡座部分呢 也可以選擇 呃 像是原廠的卡座 或是對視的卡座 或者是輻射的卡座 那基本上呢 呃 某一些車型呢 他是沒有辦法選擇 呃 原廠的卡座的音樂 並沒有製造 那當然不單是DY的部分 那有一些像其他的 做前叉的品牌 他也是沒有選擇 原廠的卡座可以做選擇的 那有 有些像特殊的車型 那也只有一個 對視的卡座一個選擇 那像目前看到這個BWS 行進戰部分呢 呃 有240260可以選擇 那也可以有原廠 對應原廠卡錢的一個卡座 那也有這個 輻射的卡座 但是 以這個 原廠卡座跟對視卡座來說 是不需要加價的 那當然 這個 輻射的卡座的部分呢 是需要另外加價 而輻射卡座的 呃 這個 距離呢 是100mm的 然後108的呢 呃 可能就是比較 呃 需要抱歉的 好 那喜歡的朋友們 可以到麥克商店來選購 或是到我們的 影片呢 正下方 連結到我們的一個 Facebook的一個 粉絲專頁 或是連結到我們的一個 賣場來進行選購 那歡迎各位來本店 進行直接訂購 或特製化 謝謝大家